地盤 地盤對我來說很吸引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走走動動的人 不想經常坐在辦公室 所以成件商最大的吸引 就像我現在這樣 可以在這棟大樓那裡走來走去 隨著一個工程的施工進度 每天看到的東西都是新的東西 每天學的東西都是新的東西 如果我們建大樓的時候 就會紮鐵落石市 我們工程師就會上來看它的鐵 紮成怎樣 例如它的尺寸 是否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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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做了大概一年 這一年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學習 在設計方面 和真正的建築屋方面 其實會有很多的限制 因此在地盤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要學習它的施工程序 最後都要想出它們解決方法 地盤每一天的工程都是很緊迫的 你每一天遇到不同的工種 很多時候你不可以說 你找自己的supervisor去教你 究竟這個工種怎樣做 你就要主動問自己的分判商 究竟這件事應該怎樣發生 怎樣去驗收等等這些事情 你都要自己主動去問 不可以靠人去教你 女生在地盤是好的 因為這些盤頭都會對你很斯文 或者你叫他做事 他通常都很樂意去幫你 很多時候都會遷就我 身為工程師 你都會做一些很多臨時的設計 你做的設計 工人用得到是安全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的分判商 都是在設計上面完全依賴你的 可能每一個層都要計得很準 等他做工程的時候就會方便他 平時都要做一些 我們叫paperwork文件做的工作 例如我們跟分判商 中間的圖的交流 我們都要收集 然後會有些留言給他們 甚至有時候可能要 代表我們的職員去批 我希望在四年之後 就可以考到一個牌 然後可以涉及在不同的工程中 因為現在我正在建大樓 對於大樓結構的工程都比較熟悉 我也想學習很多 關於屋宇設備 或者室內裝修等等 可以建成一幢大廈所有的知識 讓我將來可以培訓我自己 成為一個項目經理 我知道現在比較少 女生可能是一個項目經理 我也照著這個目標去進發 最後一數,我將會來 報告 我來自家 看了 一個重點 看了 最早的 太快 所以 感谢观看